说话不算说 谁说话不算说了 这陈晓实在太难带了 你要不换一个英雄带她吗 没事 我已经学会了 这笔子 小金金 你看云音 别用新英雄演我们 行不行 给你二百红包你还用第二三颗行 你 一定是因为这个英雄不够强 配不上你的操作 要不我们试试别的英雄吧 我剩了陈晓两百块交红包 好吧 怎么回事啊 中华同意 责战敌胜 手臂败 她可算是上新药了 咱们快跑 那这两百块钱实在是太难挣了 这么晚了 我得回去了 明天下午零点 还给我加了一个采访呢 我回去早点睡 都快十二点了 从这儿开到你家 要一个多小时 这样的话 到你家都要一点多了 明天你还有采访和活动 晴姬 不如今天住在我家吧 住你这儿 我是客户 之前为了节省时间 我不是也住在你那儿吗 权宜至极 也对 权宜 都怪这个陈雪 我以为你带她的话 肯定一个小时就能完 我收下房间 我去 怎么了 一会儿我管你打 很久没玩了 是下新英雄 四颗星 一个小时差不多了 我是不是被骗了 你前面三局是故意输的 还故意拉扯时间 每局你都得二十多分钟 而且后面赢的那三局 你也是在故意拉扯时间 你带我闺蜜上新药 用了三个多小时 你带我王者几十星的 好打牌位都没那么久 你 你是个演员啊 你说想多了 新英雄不熟练而已 而且 我已经很久没打了 真的 当然 那你用新英雄单排 名义盘 十五个人头以上我就不回家了 这个条件 太苛刻了吧 毕竟我才打了三把 而且都输了 钻石局而已啊 不打算 送我回家吧 我不怕了 我再试试 我再试一下 你还想到 同学 我再试一下 整个人 大花 我的天 好 第四次 果然好了很多啊 送我走吧 说话不算说 谁说话不算说的 我说你赢了我就不回家 但我没说我要住你这儿啊 我要去酒店住 本来活动方就会给我开酒店 怎么样 于老师 是不是不是只有你会骗人啊 曹帅了 快点 送我走 我只研究休息 明天陪你去活动现场 你明天休息嘛 你不是周末老加班吗 所以前几天一直在赶工作 都没休息好 现在开始到你家 要一个多小时 再回来的话 要两点多了 明天一大早 再赶去你那儿 你以前说我会骗人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看来以后我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饿了吗 吃点东西吧 我才不要吃你做的面